西梦瑶1989年出生于上海市 毕业于华东大学07级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 中国内地女模特 2009年西梦瑶进入第26届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总决赛前15名 从此踏上了模特之路 2010年参加巴黎秋冬高级定制 之后作为史上首位亚洲模特登上 Galway Chair全球广告 近日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西梦瑶摔倒事件了 当时西梦瑶正在优美地走着 突然踩出了薄纱脚下一滑就摔倒了 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摔了个结实 这一跤不仅摔中了脚踝 可能还会摔毁事业 同时也摔出了半个娱乐圈的慰问 当然摔出了个网络爆点 有网友说疼啊 这一跤摔碎了万千老司机的 怜香惜玉的心 晚西啊 西梦瑶走维密 年收入1600万 摔一跤可能上不了维密了 也有网友说 要你们瞎操心 小姐姐摔了一跤 摔出维密今年的爆点 微博粉丝今天已经猛涨了近百万 接下来收入还要愁 据传言 西梦瑶这一跤 可能令他丧失 继续在维密秀T台上表演的时机 继琴舒培嫁给陈冠希之后 西梦瑶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被维密举至门外的模特 有网友说 虽然西梦瑶在昨晚的大雪中摔倒了 但绝对不影响他年入 1600万 而且摔出维密今年的爆点 说不定明年大红大紫 明年说不定人家收入过亿了都 摔出维密今年的爆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